我们再继续 我们把这些重要的 通通把它写上来 OK 然后还有右边的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最右边的那个式子 开始把它写过来 我们的N呢 它们等于N0 这个是已知的 再加上Nplug Nplug Nplug Summation M 不等于N M0 Hermitoneum 1 N0 1N0 减掉 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一阶的修正 那么 那么 1N呢 1N0 再加上 第一阶的修正 OK 我们待会有第二阶的修正 OK 所以我们这边是 Zero Order First Order Second 这个我可能写下面一点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将这些写在这里 就变成我们一个总整理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 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 我们就要运用到 这个东西了 刚才还没有摆进来 现在要用到这个 Second Order 比较长一点 OK 我来看看 我大概要用多少版面 还好啦 管它了 通通把他丢进去 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刚刚是把第九个式子 带入第七个式子 现在要算到Second Order 我们就需要 En2的这个 还有En2的这个 对不对 那这里面 En1的 这个 我们已经求解出来 上面已经求解出来 还有En1的 也已经求解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解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还有这个 通通把他带到 第八的式子里面 通通把他带进来 所以呢 我们这边来Second Order 我先问一下 我讲到这边没有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还好 假设有一点小问题 我们待会结束之后 开 跑过来问我 我相信这个大学都教过吧 是不是进屋教过 量务才教过 你们是量务教过 我问一下 在座都没有学过Perturbation 以前没有算过这么仔细的 举手一下 不要不好意思 我知道有了学校没有教 OK 好 请放下 那今天这样讲可以吧 第一次接触嘛 第一次接触 应该新鲜感很浓 好 我们把它呢 事实上这里面 也要用到原来的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通通把它丢进去 所以呢 我们把 第九 第十 通通丢到第八 OK 那我们必须把它 擦掉 好 我们看看第一个H0 H0不变 然后N2的这个为Function 就是下面这一串 现在我们用成B咯 记住哦 好 好 再加上H' N1 N1就是上面这一串 对不对 N1 等于三个项 第一个是EN0 然后呢 N2 N2就是 EN1 已经解出来了 Nplung Nplung就是内大串 再加上N2 再加上1N2 这是我们要解的 乘上N0 OK 我们把位置的 加个蓝色 B MJ B MJ 就这样子 其他的通通知道 我们这个编号为第1 我这个编号怎么编的 这么奇怪 刚刚编到第几号 第16号 待会我重新 OK 好 同样的 我们刚刚这个一带完之后 左边就把它乘上某一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左边也一样 我们把第16个式子 左边乘上个K0 OK 一样是原来的Iconvector 只是我用K来表示而已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变成什么东西 好 我们稍微写快一点点 但也不要太快 K0写在这边第一项 那本来是要对着这整个作用 那你看看这边都Summation Summation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 对不对 可以提出来 所以我们先把Summation写在这边 我把位置数都用蓝色的表示 然后H0就进来了 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 这个里面的Summation I 可以拿出来 那里面就是K0 我可以写成这样 等于三个项 1N0保持 抱歉 这边要把它摆进来 1N0保持没有问题 Summation J保持 BNJ 因为这是常数 K就变成在这边 K0J0 再加上1N1 再加上1N2 K0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呢 H0 J0 答案就等于1J0 再乘上 这个 就是Schulting Equation 就是基本的Schulting Equation H0 假设N换成J 就变成J0 就变成1J0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1J0 的J0 对不对 所以整个可以取出来 它是不是就等于Summation 好 这边我们动作快一点 这Summation可以取出来 BNJ可以取出来 好吧 我们就做吧 Summation J BNJ 然后EJ0 后面是不是K0J0 就类似这样子 这个不就是Delta吗 Delta 这边我就不要写蓝色了 因为它是一致的 Delta 为了说明Delta 我把它用黄色来加强一下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写 第二个 这个呢 你没有选择了 它必须要保存 为什么 因为H0 运作完之后 你也不晓得它变成什么东西 这个整个东西都是要运作 这个保留 好 等于什么 这个呢很明显 这个呢会等于Delta KJ 就是说 J一定要等于K 但因为这边有Summ 也就是说 这个项其实是无穷多项 因为它有Summ 这么多个J 只要J不等于K 这个就等于0 那么内项就不见了 它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某一项 J等于K的时候呢 它存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J要等于K 所以前面有没有 E 0 E N 0 B N K 对不对 K我加强一下 OK 再加上 E N 1 E N 1 E N 1 这个就是E N 1 所以本来就知道了 好 这边也是一样 现在Delta I K I那一样加很多个 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一直加 只有加到 I等于K的这一项 它才会存在 所以最后变成 A N K 再加上 我们要求了 E N 2 后面是什么 Delta N K OK Delta N K 这样才可以 那我就把它写Delta N K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第17个式子 好 紧接着呢 我要算快一点点 好 然后第一个 这边你看看 这边就只剩下 N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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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N等于K 跟N不等于K 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 N 我们这边还有空间 我算在左下方 在左边这边 好 If N等于K N要是等于K 我们就只好选择一个 一个符号 我就选择 K通通把它换成为N K通通换成为N OK K通通换成为N K通通换成为N 那Delta J 你要加这么多 一定加到要跟K一样 这一项才会有意义 所以这要等于K 但是我们这边K又要等于N 是不是 这边只会变成BNN 对不对 BNN 这边我把它算快一点点 所以这个先把它弄成K 通通弄成K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这样子算起来比较快 OK 这样算起来比较快 好 这边就变成BNN 1N0 再加上K要等于N K等于N 那就是它等于N而已 对不对 这个是不变的 这个永远保留 再来等于N 三项 K等于N 是不是BNN 1N0 再加上K等于N ANN 1N1 我看看 我看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找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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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然后再来是这个 K等于N 所以就EN2 对不对 那我们一看 那我们一看呢 这一次跟这一次完全一样 杀掉 那就可以知道它是这个样 那么EN2就可以求出来 NN1 N2呢 就会等于N1 这一项 你看这一边是这个样子嘛 我看一下 好 我来这样子写 EN2呢 就等于这一项 减到这一项 这一项是Summation I A 什么 N I N0 Harmittonium Plan I0 减掉 这一项要移过去 ANN保留 那我后面是EN1 EN1等于谁 等于这个 我就把它写进 OK 好 那你看这什么意思 前面这个Summation呢 I可以从很小一直变到很大 其中I总有等于N的时候 I等于N的时候 就是内向这边ANN NH Plan N 跟这个后面一模一样 ANNNH Plan N 完全一样 是不是这一项就刚好cancel掉 对不对 所以与其如此 我倒不如就直接把它写 Summation I 但是不准等于N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 简单一点嘛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 我看看 好 还有一个 这个等于什么 ANI I不等于N ANI Rubio擦掉了 这个就是ANI 这是A 这个是什么 ANM 就是等于这一大串 我就把它带回来 我就把它带回来 好 那么 Ni 这是NM 它是不是变成为 I0 对不对 对不对 这ANI嘛 在层上 等于这个样子 你仔细看 这个跟这个 互为什么呀 Degg 对不对 是不是相当于自己的平方 它是不是它的Degg 是啊 那因为H' H' H' 本来就是应该是什么 Adjoin 所以没有问题 了解我的意思吗 什么是Degg 知道吗 Degg Degg就是 我们说I H J 整个的Degg 是不是变成 J 记得这个吧 它就是 负列 先做 Complex Conjugate 再把它做 Transfer 就刚好两个颠倒 OK 所以呢 就像它自己 乘自己 所以是不是 这边就可以写成 这样就好了 EN2算出来了 好高兴 这个是D18 好我们把EN2 赶快赶快超过 EN2在哪里 在这边 在这 EN2 对 因为这一次有SUM的 所以你不处理也不行 所以i不动吗 没有 i也动啊 因为i这边也处理了 因为SUM是 它一定会出现的 OK 像这个 K是我给的嘛 我I给多少 给多少 我现在先给K 它就定下来 那这边N呢 是你在算哪一项的 你这边都放N啊 所以N只是先摆在这边而已 但是这个I 这个J 这个你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它一定各种各样都会出现 所以两个SUM先把它解决掉再说 所以就变成都没有SUM 这边有SUM 这个你不得不摆着 因为这边没办法解决 因为H1 对 H1在这边 你根本就还没计算这个 你计算了 除非它等于0 要不然这个SUM都要存在的 但是其他呢 碰到这种的 因为前面有SUM 所以我一定要处理 对不对 这边碰到这个了 前面有SUM 所以我一定要处理 Right 那这两个也一样啊 这两个碰在一起 K0跟J0碰在一起 又上 所以我也要处理 你不处理 没有办法啊 处理完之后才会变174 这么简单 OK 就是各位要小心 处理这些 你爱处理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OK 只是最后可能 算不出你要的答案而已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呢 超过来超过来 SUM ii不等于n 好 你看我们两 这是第一 第零阶 第一阶 第二阶修正 我们能量修正项 全部都写在这边 对不对 现在剩下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它到底应该等于什么 基本上n等于k了 我们就要算个n不等于k n不等于k 好我们看看 bnk 这个也没办法 这个一定存在嘛 对不对 n不等于k 所以你会有 b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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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n 再加上这项 这项没办法 一定要存在 n 等I N0 H ok 要等於三項 我就直接寫下來 節省一點空間 等於 B N K 然後 1 N 0 再加上 A N K 1 N 1 再加上 1 N 2 Delta N K N不等K就等於0 所以這裡面剩下什麼是未知的 B N K 這個是未知的 這邊還有一個 對不對 那這個就可以寫出來啦 B N K Yup 對 B N K 我弄錯了 K0 這樣子 沒有錯 OK 好 B N K 會等於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以前 所以我們以前 你看看 A N K A N K A N M 我們都喜歡把N寫在前面 M寫在後面 對不對 分母 所以我都把N 想辦法把N 這個保留 所以我把這個移過來 所以分母 然後這個再移過來這邊 所以分母會等於什麼 1 N 0 減掉1 K 0 分之1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這邊會有 Summation I A N I K 0 I A N I K 0 I A N I K 0 I 0 減掉 這個 A N K A N K A N K是什麼 這個叫做 前面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 這個叫做A N K 好 有夠遠的 我們來看看 OK 它應該是 K 0 我沒看到你 1 N 0 除以 1 N 0 減掉 1 K 0 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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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E 1 E N 1 E N 1 E N 1 還沒有進來 等一下 重來一次 這個待會再來 先把這個 把它整過來 好吧 A N Y A N Y應該是 I N E N 0 減掉 1 I 0 乘上 K 0 對不對 減掉 A N K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它 E N 1 E N 1 1 N 1 N0 K m3 N 0 0在上面 對不對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一串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把分母通通把它摆进去 第一个是 summation i 但是这边呢 an1这里面呢 ani已经有规定了 这两个不能够相等 相等它就发散了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它一定不可以等于n 所以上面呢 它就会变成这个式子 i0 Habitania 1 n0 k0 Habitania 1 i0 除以 en0 减掉 ek0 en0 减掉 i0 k0 habitania 1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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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有没有算错 应该没有错 应该没有错 那这个地方 summation I 不等于N 这下面 OK 然后这边 I0 K0 N0吧 N0 K0 然后再来是什么 I0 是不是 我有没有写错 OK 假设没有写错 剪掉 还有一个 哇 你看这个看到他就有点 心惊胆 胆跳 你看看 K0 N0 这个是平方 所以还好 好 这样子 我们终于呢 将它全部算完 OK 算了 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终于把公司推完了 好 好了吗 快用了两个钟头 好 算了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看 假设我们有个 我们再复习一次 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例子 我们有个Hermittonium 它可以写成两个相加 第一个呢 是你可以求得 exactly解形式的Hermittonium 第二个呢 是你加进去之后 你就不晓得该怎么解的 但是我们要求第二个 绝对不能够比第一个来得大 一定要比它小 OK 之后呢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真正的 完整的Hermittonium N跟EN 要怎么样来表示 我们就想 N 它本身一定是原来的 可以解这个Hermittonium 加上某一些修正 一阶修正 二阶修正 但是修正里头的Hermittonium 我们可以设想成是 有原来 可以exactly求解 这个Hermittonium I跟State 的一个线性组合 后面这个也一样 抱歉 后面这个少了一个东西 少了一个M 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已经等于K的 是不是 这后面还需要称上一个K 称在它的后面 那这个也是用原来 反正你看到0就是原来的Hermittonium 的Hermittonium 加上一些系数来处理 Energy也是一样 就等于原来的Energy 再加上第一阶修正项 再加上第二阶修正项 不管怎么样 这些Submissions 全部都converge 一定要能够熟练 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OK 所以基本上 你这两个的 你要是考虑DNJ 它真正会Mixing进来的 只有在NJ附近的 跟它比较靠近 能量不能差太远 要差很多 就代表分母很大 OK 第二个 上面这个Hplung 你计算这个 ExpectationValue的时候呢 这也不叫ExpectationValue 这叫做一个 这叫什么 我也不晓得 管它的 这个东西的值本身 也不能太大 它一定要比它小 小到多小 你能接受 就看你的信心指数多少 假设它的大小 只有它的1% 我说够了 等于说 我只要原来的数值 然后差一点点 差个1啊2啊3啊 这样都可以接受的 就好了 那你就算到这边 假设它比它小 1分之1 也就是说 它比它小 10倍 就这边 差不多1分之1个 这个 你要是1分之1 也可以接受 10块钱 差个1块钱 没关系 好像买个豆浆 对不对 10块钱 结果你是带9块钱 就说好了 我明天再付你了 对方就说算了 我送你1块钱 对不对 拉平 你接受 那就到这边 假设不能接受 就再进行第二项 你就可以一直的算下去 OK 好 假设没有问题的话呢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好 一讲例子呢 我们速度就要开始 加快一点 因为公式都已经写在左边了 我们只要一样滑腹地把它套进去就好 对不对 好 example 假设我们有个hametonia 这个一看 先管他的 这一看 2分之p平方动能 加上2分之1m omega平方 x平方 这个是什么 减斜震荡 所以这个部分就已经解决了 第一个部分我已经看得懂 所以我干脆就把第一个部分 叫做h1 第二个部分 叫做h1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指f指的是电场 我不喜欢用f 但因为箱卡是用f 所以我只好用f 所以这个是电场 空间有限 不用总问 所以1乘上 电场乘上位置 不就变成电位了吗 所以这边这个是个静电位为难 也就假设有一个 有个例子在这边空间震荡 然后我在它震荡的方向 加一个电场给它 定电位给它 那么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它发生什么事情 OK 它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就来算算看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就知道 对h0而言 它一定有10 等于en 对不对 这个是已知的 这里面 n0 假设就是n0 因为反正这个就是 我们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 的 way function 那en0 不就等于n0 再加上1 2 h bar omega 对不对 这是我们知道的东西 right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开始计算它的first order 也就是说它真正的能量 一定是解决震荡能量的一些修正而已 对不对 我们看看它怎么修正 好 所以我们就在进行first order correction OK 那一阶呢 不就在这边吗 快不快 答案已经在这边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根本就什么都不用了 你看看 1n1 就等于n0 Hermettonian 1 n0 这样就好了 多简单啊 你看看 只要把它算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现在问题只是怎么把它算出来而已 好 但是呢它算起来也很快啊 你看看 我把n0 放在这边 算了 我把0取消好不好 看一个0在那边很讨厌 先写这样就好了 那这边是不是呢 负qf乘上大x 是不是这样子 OK 以下呢 这个小0啊 取消 OK 只有这一题喔 小0取消 这样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呢 就把负了qf提出来 它是常数啊 它是不是等于n大xn 对不对 现在只要把这个算出来就好了嘛 你告诉我 我们习题有做过 我们考试也考过 对不对 考了不止一次 考了两次 你说你会不会做 好 假设有人忘掉了 没关系 我们再来第四次 对不对 好 这怎么做 很简单 记不记得operator 我们呢 这个q 会等于根号αx 可以写成为 根号2 a加上a 所以很简单啊 这个x呢 就等于什么呀 根号2 α alpha是什么 m omega over h bar a加上a 我稍微算一下 因为我不太记得了 2m omega分子h bar a加上a 好了 把它带进去嘛 不就什么都算出来了嘛 所以呢 1n1 会等于什么东西 a -qf n 根号h bar 2m omega a加上a n 对不对 常数提出来嘛 -qf 根号h bar 2m omega 它变成两项 第一个n a n n a degger n 对不对 等于一个常数项 -qf 开根号 这样就好了 里面自己写 第一项会等于什么 a 乘上n 等于什么 根号n的n-1 a degger n 根号n 加上1的 n加1 对不对 记不记得这两个操作 好 所以这个很简单 就是根号n 刚刚提出来 根号n 所以第一个n 第二个n-1 再加上 这个呢 根号n加1 n n加1 那你知道啊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 它本身的eigen state 是正交的 两个不一样正交下来等于什么 0呢 正交下来 0呢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 0 低阶修正等于0 能量不变 低阶的修正能量等于0 听起来好像不太可思议 对不对 我们待会再算第二阶修正 还好还好 第二阶修正能量不会太复杂 我们算这个跟这个就好 这个呢 就算了 这个看起来就很复杂 先不管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阶修正会是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东西的看法也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这么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呢 你看看 假如说我们把它换到我们的coordinate basis 来看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 那个 我们用另外一个看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在coordinate basis 反正x在这边 它只是个x 所以它是不是会变成为 这样子 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 even function x呢 all function even function乘上all function 变成什么 变成all function 二乘一 这个不一样 二乘一是二 是偶数 ok 但是呢 even function乘上all function 会变成all function all function就是指正负像 你做对应的时候 印称的时候 怎么样 它会变成负号 那积分起来就刚好一个面积正 一个面积负 就等于零啊 所以我们这样速度比较快 这个还得要算一下 对不对 这个用眼睛猜就猜得到 所以呢 假设我们今天变化一下 这边我把它写成什么东西的x平方 诶 x平方就代表这是x的平方 这边两的是even function 你积分起来一定有值 对不对 假设我把它写成x的三次方 三次方 三次方还是all function啊 all function成 even function 还是all function 积分还是等于零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 单单从对称性上面来看 你就不需要每个都算 算出来一定是零的 那个就不要下去算 就比较简单 不知道了 就按照现在原原本本算下来 也可以得得到啊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微方形会变得怎么样 好不好 微方形 先算微方形 我们再算second one 好 好 那么 再来一个 这个用蓝色的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n n 是不是 可以等于原来的 再加上一阶修正 一阶修正是怎么样 我把那边那个超过 所以我只要算这个系数就好了 对不对 算这个系数就好了 这个系数会等于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个系数 n 我把0取消 那这个呢 -qf大x放进来 n放在这边 除以 1n 1n 1n0 1n0 管它的 1n0就是等于n 再加上二分之一的h bar Om n呢 就是等于n 再加上二分之一的h bar Om 就是这样子 right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这边会变成 负qf提出来 上面会变成m 啊 我也把这个系数通通把它提出来 更好 更好h bar 更好h bar 2m Om 所以上面会等于m a lowin 加上 risin Operator 下面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消掉了 把n-m 所以会变成m 所以会变成更好n m n-1 加上 加上 更好n 加上1 m n加1 除以 n-m h bar Om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前面有summension啊 所以假设我把summension加回来 m summensionm 但是呢 不可以等于n 喔 所以我们就知道 假设这边要不等于0 只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 m等于n-1 另外一个m等于n加1 只有这两种状况 所以呢它就会变成两项 -qf 开根号 第一个 因为summensionm m一直变 变到n-1 所以呢 后面那项就等于0 变成n-1 n-1跟m加1正交 m变成n-1 n-1 n跟n消掉 负负得正 变成h barOm ok 好 后面呢另外一个m 可以等于什么 n加1 所以呢 它会加上 根号 n加1 m要等于n加1 n加1 就变成负的h barOm 对不对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把h bar 这个是等于什么 h bar 这个把它写进来 好 根号h barOm mOm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下面这个负的 干脆把它写来这边 n加1永远大于n嘛 干脆负的提进去把它颠倒过来 所以它会等于 g f 开根号 h bar 提进去 刚好消掉一个h bar 分之1的2 m h bar Omega 3次方 ok 然后这边就会变成什么 根号 n加1 减掉 根号n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把这整个写下来 n 会等于 n0之外 再加上 这一大串 g f 根号1 over 2m h bar Omega 3次方 根号n 加1 减掉 根号n 的 m 不用了 这边应该要有两个 这个后面就是n 加上1 减掉 根号n n 对不对 不对 不对 这是n-1 所以嘛 这个是n加1 所以是n加1 所以是n-1 n-1 ok 这样子了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 低阶微绕的能量修正项 在这儿 没有修正 微方形的修正量 加了 一看 加起来是个正的数值 对不对 你要是当初你有求过 这个 减斜震荡微方形的时候 它的本身的probability density 自己跟自己夹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对于一个 减斜震荡的未能锦 只有h0的部分 粒子出现最大基地是在中间 ok 也就是说尤其是ground state 它会在中间 但它现在呢 第一届修正 它没有修正 能量没有修正 但是微方形修正 微方形修正 修正去哪里 它会往右边偏过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加个电厂 也就是说这颗电荷假设是正的 因为我们q现在是给正的 它加个电厂之后呢 会被push 往右边跑 所以它的probability 就会跑到比较右边过来 想起来也是对的 你加个电厂 电荷怎么会不跑呢 对不对 好 那但是难道 它跑动的时候 能量不会变吗 我们总是觉得心里面毛毛的 对不对 我们再算下一届 好再算下一届 下一届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 OK EN2 EN2等于什么东西 还好 summension i 但是不可以等于n 上面是n跟i 的平方 ok ok 好 那这个就简单了 好 第一个 干脆我们先在这边一个个慢慢算 n 好没关系啊 这个会等于什么 对不对 来我们快一点把答案直接写出来算 请大家回家做 好不好 好 它算完之后呢 它会变成负的 q平方 f平方 over 2m Omega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1n 会等于 1n0 加上en1 再加上en1 再加上en2 en0 会等于n再加上1 2分之1的h bar en1是没有校正 en2呢会变成负的 结果我们发觉 它这个修正怎么样 是修正一个定值观 你哪个能阶 它的能量通通往下降一点 降一点点而已 depends on你的外加电场 qe 这个力量是多大 ok 那下面有Omega Omega是大家都一样的 所以就变成所有的能力通通往下降一点 ok 那指示位function呢 是往右边偏一点 如此而已 ok 好 那我们呢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我们 解到这边蛮不错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怎么样 我们这整个equation 我们可以求到 它exactly 这个解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Harmatonia重写一下 根据左上方 它会等于动能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 mOmega平方 乘上大X平方 我们一看呢 这边有X平方 这边有X 我来稍微配一下 结果发觉我们可以配出这样子 我们可以配出这样子的一个equation 这个Harmatonia 这个Harmatonia 看起来就好像 这个地方是整个的位移量 大X 的平方 但是大X 也就是说 我本来的位移量X 是从圆心点算起 它现在告诉你no 我从这个位置算起 它变成我的圆心了 往右偏了 而且整体的Harmatonia 要减掉一个常数值 这个跟谁都没关系的 所以它的expectation value 就告诉我们说 它会是在原来的能量 修正一个常数值 这个常数值就是它 所以马上就告诉我们 它的能量通通都要下降这么多 管理是哪一节 它同样告诉我们说 它的节跟原来的节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中心点通通往右边shift这么多 就是我们的节 算出来 OK 当然这个比较简单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这招 拼拼拖拖就把它凑出来了 那假设拼不出来 凑不出来怎么办 那只好 原封不动慢慢算 OK 好我们休息个五分钟 然后呢 我们有具体Homework 抄起来一下 总共三题 OK Exercise 17.2 123 都很简单 OK 就是比较反一点点而已 有的很快就出来 有的比较慢 像说这一题就 就还好吧 对不对 好 你看看我们算这个都很简单的 这才一阶的 我们上次考试不是算三阶的吗 对不对 三阶的 那就比较复杂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们 待会回来呢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下个 下一次上课呢 下个礼拜呢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们 我们课是 今天的最后个部分 好我们这边讲一个呢 是很单纯的一个case 就是说你在一个oscelation的状态下面 减斜震荡下面 然后加一个静电场给他 OK 所以刚刚呢 你们助教问一个很棒的问题啊 他就问说 这像不像是生子在一个极化场的状态下面 没有错 OK 就好像说 因为这是oscelation 就好像一个震荡 一个生子 然后你加一个横向极化场 只不过我们这整个计算 横向极化场的都很小 OK 然后你们助教问一个问题 假设我很像极化场很大 怎么办 当然我们这边这个计算起来可能就很麻烦 为什么 我把它当作围绕可不可以 但是问题是我把它当作围绕 这个我也解不出来啊 对不对 所以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很大的计划场来 来drive一个生子呢 那个时候就是最近 他们实验室做很多M-RAN 有一个问题 M-RAN它就是用电阻啊 它电阻 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喔 我加很大的电压的时候 它会变成比较低的电阻 加个负向的电压 又把它逼回来一个很大的电阻 那它就变成用电阻大小来决定0或1 也不需要电了 OK 它就有这个 但它的缺点是怎么样 当你很大的计划场的时候 一加的时候 这个电子它不会乖乖 原子不会乖乖在那边 这个电子被拉到那边去了 这就好像怎么样 好像你在游泳穿着一件泳裤 有人拉着泳裤都快掉了 你只好跟着泳裤走啊 对不对 结果这颗原子呢 它一离开原来位置的时候呢 就对旁边造成一个偏计划 它就会在空间上出现一条导电的一个 一条路径 这条路径就让整体的电阻下降 然后你再加一个反向偏压的时候 又把这颗又把它逼回原来的位置 OK 好像那个裤子拉到半天 把它弹回去 它又飞回去一样 OK 但是问题是 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每次的这个位移啊 未必都是这一颗 而且你每次一位移的时候 会对旁边造成一些形状的改变 未必代表你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 未必代表大家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对整体的影响很大 到底是好是坏 不知道 所以呢 一直到现在这个产品还没有推出来 所以我想 这个就是它最大的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问题 事实上也不简单 这个是一个一个简谐震荡 然后外加一个外加一个电场 假设我们谈论的是一个free particle呢 是一个particle 这个particle我们free 我们怎么讲 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类似在导体里头的free 它不是很free 但我先用free来描述描述它 可不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我加一个电场给它 我加一个磁场给它 那它行为有什么改变 那是不是相当于我只有一个free particle 然后我要加一个电场给它 电场还不简单 ok 这个电位呢 QV 怎么写QFa 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个机械呢 假设有的话 随便 平常我们在计算这机械都不理它 但问题是前面的p会是这么简单吗 我们早先已经讲过了 当你一颗质点处在于一个磁场里面 这个时候它的momentum 已经变成形式了 它变成什么 我们用古典的写法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p-c分之q乘上a ok 其中呢 这个呢 我们把这边呢 擦掉一些 擦掉一些 好 我们把这边的写法 整个层楼都不理解 来 我可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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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同时这个时候 它还是要遵守我们基本上的特性 B感应磁场可以写成K2A 我们的电场 就可以写成负的gradient5 减掉1c分之1 partiala partialt 这个时候为了简化旗舰 我们可以用Lawrence gauge 我们规定 diversion a plus1 over c partial5 partialt 好 那么现在开始 我们要来求 到底我们这个东西 它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假设我们把这些都当作operator 那我们就要写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OK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把它这个叫做1 这个叫做2 这个叫做3 OK 我们要是对它对1直接作用 1直接作用 那么哈密托尼亚呢 就可以写在下面的诗子 就可以写在下面的诗子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一个 记住 这个算并没有那么直接 为什么呢 在这个平方向里面 我们会有个p dot a 跟a dot p 不要忘掉它都是operator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p dot a 跟a dot p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没有讲 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我们呢 可以告诉你 它们有类似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个简单的变换 OK 我们让a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a呢 有另外一个写法 它可以写成负的1二分之1 r cross b 这在古典的电磁学里面 可以知道的 OK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当然怎么知道的 好 你可以简单的算一下 因为我们cur a 一定要等于b嘛 对不对 我们看看算算看 它是不是会等于b 那么它是不是等于 负的1二分之1的cur cur r dot b r cross b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b呢 我们要求它 是有固定方向的 我们这b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方向 for example OK 我们b呢 可以写成 比如说bz z 就这样子而已 而且它是个常数 它不会有什么diversion 不会有这些的特性 OK 反正b本来就不能够有diversion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这个呢 就可以根据向量公式把它展开来 会变成这样 OK 会变成这样 那你要是赶快看的话 这个永远等于连 diversion b永远等于连 第二个 这个b呢 它是个定值 所以你管理三七二十一 你前面都有个微分嘛 一微一定是等于点 所以呢 这边也等于 这个是空间 空间呢 的微分 这个r是等于什么 你把它微完分之后 它会等于3 请大家回家做做看 你喜欢的话 那这个呢 也很简单 这个微完分之后呢 这等于会等于b 就是b OK 你把它展开来 假设是一微 马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这么一计算结果呢 果真就等于b OK b减3就变成负2b嘛 负2b除以2就变成负b 负负得正变成b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OK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的结果 我们Harmidonia呢 可以更进一步地 写成下面的十字 OK 它可以写成这样 那你说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很简单的 动能像 这个是什么 静电位能像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zman effect 你的b 跟你电子所在地方的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产生交互作用 这个就是一般的zman effect 不考虑spin的状态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这个叫做diamagnetic 反磁相 OK 反磁 你看它dial这个叫反磁 也就是所有的东西啊 你加个磁场给它之后呢 它会有一点抵抗你哦 有的人把它讲成说 啊 这是不是冷次定律啊 你好像有个圆圈圈在这边 你突然间加个磁场给它 它你一变化 它就要抵抗你 但这个不是 不是exactly一样的东西 所以不太能够这样子讲 OK 那么这个就是zman effect OK 好 那么 好 我们快速讲一下 我们以外加磁场方向为z OK 那么我们上次已经有解过了 我们zman effect 基本上就跟古典一样 OK 它会等于什么 ml μb b 这是Boward Magneton OK ml是l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在 z轴上面的投影量 称上b 外加磁场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能量修正量 也就是原来的能量 修正了这么多 OK 好 那么假设呢 我们把spin加进来 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hammitonian 这个部分 本来呢 我们的那个部分只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zman effect的h1 它完全不加spin 我们spin一进来之后呢 它就要变了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有的人喜欢这样子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为 你把μb带进来 把它转换成μb 它会变成负的μb bh bar l 加上2s OK 那假设呢 你把它通通投影到b方向来 那就算了 那我们这边通通投影上来的话 它就等于负的μb bh bar 这b就是bz 我已经用量子了 里面就是lz 再加上两倍的sz OK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常常你也知道 当我们l跟ls couple 一引入的时候 我们发觉 它们会有coupling存在 一有coupling存在 你用l跟s来表示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不适合很好的一个表示的方法 那我们喜欢用j来表示它 弄成j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负的gjμb b 所以h bar的j z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样子 那我这样一步一步下来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gz呢 我们知道 g vector g vector 它等于1再加上 j乘上j加1 我写成大写了 OK 它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就好 我们这边通通擦掉了 通通擦掉了 它有电 有磁场 但是呢 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写到哪边 写到这边的时候 你看看 这边我都还没有讲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说 假设 我们现在 只有磁场 我把这个拿掉 只有磁场的时候 围绕向了两个 一个是zmanifact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反磁性 那反磁性平常很小很小很小 几乎都可以忽略掉 那zmanifact有什么 那你现在是不是剩下自由电子 跟zmanifact 对不对 自由电子跟zmanifact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 它的大小 大概可以写成这样 我们上次已经有算过 我们是直接从古典来算 而不是把这个丢到里面去算 事实上也可以 OK 丢进去算得很复杂 那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大小 那我们只是来告诉你说 这样子 假如说我把这个 这个像 当作是 库伦的 像心力的像 那是不是这个就变成一个 轻原子能界 right 那我可以把它当作h0 它就把它当作什么 当作 对 peterbation OK 那这个时候 它对能量的修正是这个样 这是正常的zmanifact 所谓正常的 也就是说早期的时候 不晓得电子有spin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所知道 只是说电子处在于这个 这个壳层里面的时候 它有angular momentum 所以当你外加一个磁场的时候 这个磁场跟你的angular momentum 一定要couple起来 外加磁场 你自己的angular momentum 一定要couple OK 一定要couple 那这个叫做zmanifact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 不对啊 因为实验做起来 它有很多fine structure 甚至于呢 也不太fine 很容易就看得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早期称之为 异常的 这个zmanifact 异常是因为不懂 所以才叫异常 对不对 我们现在懂了 就通通就叫zmanifact 就OK了 那zmanifact 也就是你要把spin引入 那怎么引入呢 本来是b.l 对不对 b.l是不是在这边 b.l 那现在我们知道 它不只是l 它再加上2s 有没有couple 就看你是怎么做啦 反正总之你是投影到b的方向 所以就变成lz跟sz 那假设说你今天有couple 你把它放成z zz 那么它就要用这个形式呈现 因为这边有lscouple 假设忘掉了 你不能忘掉 这个考试几乎一定会考 所以呢 你们这次读spin的时候 这个部分要读的滚瓜烂熟 知道吗 好 这个无论如何 因为你这个忘掉 你以后读固态 有人在修 有人有修过大学部的固态吗 有嘛 对不对 下学期有没有人修 很多人到了下学期 通通跑去考研究所 都不修了 OK 就下学期才有谈到这边东西 那你就不晓得什么叫lscouple 假设呢 有人现在在修宁态 假设以前没有修过固态 然后现在在修宁态 哇 那一定很痛苦哦 对不对 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痛苦也不错 之后太痛苦了 因为它没有基础 所以学起来很难受 那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lscouple 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上次就算给大家看 怎么计算lscouple 它怎么得到一个j 甚至于它可以是jjcouple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有这个 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OK 非常简单的 那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我本来要证明说 这整个事 为什么这个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看看 我要是证明 我会花多少时间 证明也还好了 顶多花个15分钟 就把它解决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OK Fore example P electron 一个P的电子 P的电子是什么意思 它处在的L是等于1 然后它的S呢 一定等于2分之1 index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假设当L等于1 S等于2分之1 我们假设它两个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它的投影量 ML呢 等于1 MS呢 等于2分之1 两个都是平行 OK 的状态下面 那这个时候 它的能量的修正量 会等于多少 OK 能量修正量 能量修正量 第一个不就是这个吗 对不对 所以能量修正量 所以能量修正量 Lz 再加上两倍的Sz L M L S M S 对不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它会等于什么 负的μ B B over h bar 变成两个咯 第一个Lz Lz apply进来 是不是ML h bar 然后什么都没有动 没有升阶没有降阶 所以剩下这两个一 cross 这两个一乘起来 变成1 加上两倍的M S H bar 对不对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会等于负的μ B B h bar ML等于多少 1 所以一个H bar 1 MS 2分之1 22消掉 1加1变成两倍的H bar 消掉消掉 负2 μ B OK 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假设 我们有 我将这个插掉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成 一个couple的一个case 假设把它看成couple的case 我们的J会变成什么 J当然各种J啦 对不对 我们先看看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呀 两个平行的case J会变成2分之3 假设我们也看M J 也等于2分之3的 因为这边是2分之3 这两个case应该要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Delta 1呢 会变成什么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变成J M J Mu B B over H bar 有没有H bar 有 J Z J M J 对不对 西数通通提出来 负了J Mu B B J OV H bar 然后就变成 这个啦 这个会等于什么 M J H bar M J 等于什么 2分之3 因为这边M J 等于2分之3 G J等于什么 1加上 J乘上J减1 J 2分之3 乘上2分之3加1 加上S乘上S4 S 他现在S是多少 2分之1 2分之1乘上2分之1加1 减掉L1 乘上1加1 除以2倍的 J J 加1 对不对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等于多少 2分之2 2分之5 4分之5 4分之15 这会变成4分之15 对不对 1再加上4分之15 再加上2分之3 4分之3 减掉2 除以2倍的 2分之15 所以这边4分之18 4分之18是4又4分之3 减掉2 2又4分之3 变成1加上2又4分之 管他这是4分之8 4分之10嘛 4分之10 所以变成2分之15 2 3 1 2 变成6分之 消掉消掉 变成3分之1 1加3分之1变成3分之4 3分之4 3分之4乘2分之3 3分之3 消掉消掉 这个一乘起来 欸不对啊 对对对 那这个跟这个变成2 答案等于一样的 HH消掉 等于-2 μB 算出来结果两边都一样 OK 但是假设一旦有 有LS coupling之后了 我可以算到另外一个J 那个J未必就可以一对一对应到这边哦 它可能会等于这边的线性组合 对不对 我们上次有计算嘛 让大家知道这两边有LS coupling跟没有LS coupling之后 行为的一些对应 一些对应 然后你就可以计算出 它的能量的修正量多少 然后这些就通通都回到我们上一次 讲spin 在讲Zman effect的时候的一些行为 OK LS coupling JJ coupling OK 好 很简单讲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本来今天还要再算一些 简单的例子 但时间实在是不够 好 所以暂时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要讲selection rule 以及在degenerate的状态下面的perturbation theory是什么 所以请你把左边的这一块 抄都把它抄下来 背都把它背下来 但是有个地方有问题 这个地方写下好像有问题 问题在哪边我不知道 OK 又来了 请大家回家好好的算算看 OK 把它填起来 做成一张表 放在手上 每天上厕所 坐在马路上 就背个八十分钟 OK 保证你啊 一个礼拜之后 恐怕烂熟 好 我们上课到这边 下课 有问题的 请到前面来 有问题的请到前面来 有问题的请到前面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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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